一些父母给孩子起名时脑洞大开 王者荣耀和黄埔军校这两个姓名刚被网友热议 11月25号媒体报道 近日又有父母给女儿起了一个既不随父姓 也不随母姓的失忆名字 北燕云一 结果上户口时被拒 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被驳回 东西文军查阅资料发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随母姓 但有三种情形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 一种是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清姓 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等 市民通过合法手续领养的儿童或组建家庭中的孩子 需跟养父母继父母姓可申请改姓 除此之外改变姓的理由是否正当 还需要相关部门认定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过在北燕云一这个案例里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公民选举和创设姓氏 应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 仅凭个人喜好和愿望 在父姓母姓之外选取其他姓氏 或创设新的姓氏 不属于民法通则 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 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新京冒动新闻综合正面报道 最后就会主要选取上 我们下期视频的讯枕 我认为他忍受的 这就是不明显金 有不明显�的 还要一种